回婆家看望女儿,吃饭时发现五岁女儿怪怪的,得知原因我掀了桌子。 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,当初和他谈恋爱时,我的父母一致反对。 因为老公还有个哥哥,他们家里条件一般。 父母为我介绍了好几个比老公条件更好的男孩子,可惜我一个都没看上眼,就是认定了老公。 当我第一次和老公回家见他父母时,我发现准婆婆对我特别不友善,这让我觉得特别奇怪。 我家条件虽说也不算很好,但怎么看我配他儿子也是绰绰有余的。 直到见到老公哥哥的女友,我才有了答案。 。 那个我以后该叫嫂子的女人家里很有钱,听说她的父母还给她准备了婚房。 和她一比较,我自然就差得远了。 。 以至于我们俩一起去婆家时,婆婆对我们的态度那可真是天差得别。 。 后来,我们和老公的哥哥几乎可以说是同时结婚的,我与嫂子也一前一后地怀孕了。 。 我的母亲要照顾哥哥哥的孩子,抽不开身过来照顾我。于是我和老公只能拜托婆婆了。 。 婆婆一开始三推四请都不肯来,后来还是因为嫂子不需要她照顾才过来的。 在我生下女儿嫂子生了儿子以后,公公婆婆对我和嫂子的态度越发有区别了。 。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,却也无处诉苦。 早在结婚之前,我妈就和我分析过这些,可我都听不进去,现在也只能怪自己了。 。 。 在我将女儿带到断奶后,我就把她留在老家给公公婆婆带了,然后自己和老公外出打工。 。 。 嫂子她们在外地买了房,她是独生女,孩子由她妈帮忙带。 。 。 因为工作比较忙,也为了省下路费,我和老公一年难得回一次,一般都是过年才回老家。 。 转眼间,五年过去了,我和老公存了些钱,准备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 。 等稳定后,我还想把女儿接到自己身边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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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叹地问女儿怎么吃那么快,是不是菜不合她胃口。 谁知,女儿告诉我说她以前吃饭调皮,爱挑食,爷爷奶奶就打她,一直打到她乖乖吃饭为止。 说完,女儿撸起袖子给我看,她的胳膊上还有被打后留下的伤痕。